第三词叫什么呢 叫做decipher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decipher decipher表示的意思叫做破1 或者我们叫做解码解密的意思 叫decipher decipher这个词呢 你看前锥又出现下了 又是第一 所以这个很明显 它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cypher这个词 cypher表示什么意思呢 cypher本身就是表示密码的意思 名词就是表示密码 如果你说老师我密码这个词 我没有学过 那就像是稍微难记一点了 所以你看 当然你要知道它是密码的话 它非常好记得 你看第一曲的是哪个 就是除去密码嘛 off嘛 所以叫做解码破1 如果你觉得老师这个密码 这个词我没有学过 通过谁去记忆呢 通过他去记忆读 cypher cypher 你看有密码更安全 放到一块 有密码必然 你看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在你的日记本上上一个锁 特别买一个带锁的 这样的日记本 这主要就是方 有一些人偷看你的隐私 这个叫做s和s a和i f和f 能看懂了吧 怎么变的吧 有密码更安全的 叫做cypher cypher cypher 所以这个定义 才觉得是一个否定 除去密码 叫做破1 叫做破1的意思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密码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做cod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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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这也是一个常用词 表示密码 当然它第二个意思 也可表示什么 叫做准则原则 做事情的一个准则 原则 这在新年第四册 第四十四册 文化模式那一刻 就考的是这样的一个 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原则准则 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还可表示代码也行 比如说国家的代码 咱们说中国是86 美国是多少少 澳大利亚是多少 这个代码用的也是它 所以大家在 进行写东西的时候 注意 发穿针的时候 知道一下 叫code 那么咱们先说 这个密码的意思 还有密码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呢 跟它是同意的 如果说加密码 动词变成了encode 就是给他们用加密码 一恩是一个加强 如果我们说解码呢 还是一样 用谁来去做decode 还是这个词decode 解密解码 加密码 所以它俩 decode和谁 和decipher 这两个是同一词 这两个词 是两个同一词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叫做破译解码 这个词要读三遍 读一读 Cy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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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密码更安全 密码是安全的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大家读一下 叫做deduct 读一下这个词 deduct 叫做什么呢 叫做扣除扣款 这个词一般都强调的是扣钱 大家以后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 你上班上班迟到 第一天扣50 早退 再扣50 然后中午 上休息时间 可能回来晚了 又扣100 这一天白尬了 这叫做扣款 它的形容词呢 叫可扣除 我先把它的常用词 写在旁边 就是deductible 后面加一个Ible 叫可扣除的 deductible 这个词一般用服数的话 那就翻译成名词了 就deductible 表示的意思叫做 扣除的款项 扣的钱 扣除的钱 这词首先 你看这个词既然叫扣款 所以很明显的判断上 这个第一肯定取的是 不是什么好词 肯定应该是取一个 负项的意思 因为它是扣款嘛 扣除的意思嘛 那么这边 它的关键部位在哪里呢 关键部位在这呢 叫做duct 来自这个词根 D-U-C duct和谁呢 和duce duct和duce 注意啊 这两个是同根的 是同根的 他们俩 表示什么意思呢 在拉丁词根当中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to lead lead 例的表什么 叫做引导 是这样的意思 表示跟引导有关 大家看一下 跟引导有关 所以说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词能佐证 它跟引导有关 比如咱们举个 举几个例子 先帮助大家 把这单词记住 比如说duct 咱们学过指挥 怎么说 conduct 你看指挥整个乐团 所以这个叫做 共同引导 引导所有的人 conduct duce呢 下面也有单词 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 你看哪个词能佐证它 叫做引导的感觉 比如说你看 咱们学了一个词 叫做介绍这个词 最简单的词 叫introduce intra呢 就是inter的变体 叫相互之间 相互之间引导 这小张这小理 相互之间引导引导 所以大家明白 duce和duct 为什么叫做引导 脑子里要有反应 我说完这个书 一定要通过数词 死尽琢磨琢磨 用力琢磨琢磨 这词根的印象就会很深 你不想过去 这词根还是记不住 所以是往哪引导的 往下 所以这个叫做扣宽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看咱们说 像个珠算课 你看这是往下扒了 往下扒了一个算珠 这就是减法 你往上的这是加法 是这样的 往下往上 随着往下引导 随着往下走 这个叫做扣款 扣除的意思 扣款扣除 那我们下面看一看 有哪些派生词 给大家做一些补充 第一个单词叫做duct 第二个单词叫做abduct 第三个单词叫做aquiduct aquiduct在老托夫当中也考过 你看看 这002年的老托当中是出现过的 阅读当中的词了 认识一下 好 下面duce duce下面有哪几个词呢 第一个叫做conduce 下一个 seduce 下边induc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duct 名词 第二个词叫做abduct 动词第二个词 第三个词叫做aquiduct 名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duct这个词表什么 你看就是取了一个词根 叫做引导 引导的感觉 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这个导管 引导的路径 第二个单词叫什么 叫做abduct abduct abduct这个单词你看是往哪引导呢 ab 这个咱们被词汇书呢 A字母应该有印象 因为比较靠前嘛 这表示away 远离嘛 就是给引导走 是lead away的感觉 我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 这里边我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词组去记住 它是一个记录中词 我们说abduct women and the children abduct women and the children 叫什么呢 把谁啊 孩子和妇女引导到很远的地方 这干嘛呢 叫做诱拐 拐卖的意思 叫做abduct 或者翻译成叫做绑架 也可以绑架 咱们有个口语小词叫做 kidnap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吧 叫kidnap 回一回 跟它是同一词 ubduct 记住带走 带到很远的地方 叫做诱拐 又会绑架 下一个单词叫做aquidact aquidact这个单词呢 看一下 前半部这个词根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这也是很早以前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词根 aquidact跟什么有关 aque aqua 叫水 还记得吗 所以这个词叫什么 叫导水管 水渠 考试当中考试这个 叫水渠 叫做aquidact aquidact 导水管 或者翻译成水渠 引导水的嘛 非常直接 非常的直接 好 我们来下面看这三个词 这三个duce相关的词 第一个词叫做conduce conduce这个词注意一下 搭配to使用 这是一个不极有动词 conduce to 这个不要写汉语意思 它就等于我们高考学的哪个词呢 叫做contribute to 咱们学过吗 叫什么意思呢 叫be good for contribute to 叫做be good for 叫什么呢 叫做 有助于 对不对 叫做有助于 共同引导你 你看假如你是一个行人 大家一起帮助你 这对你是有帮助的 是这种感觉 共同引导你是有帮助 叫做有助于 有助于 比如说多做锻炼 有助于健康 是吧 说doing more exercise every day conduces to your health 对于环境有意义 有帮助 contribute to the environment 这俩是一样的 大家放到一块 都是con开头 都接吐 下一个单词叫seduce seduce这个单词呢 注意一下 se这个前置又一次出现了 se作为前置来讲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说表示的是 se只有一个意思 就表示apart 表示的意思是离开 分开的意思 咱们熊四眼单词就是separate 所以这个词你看叫做 seduce 是不是引导走啊 引导离开的感觉 这个词叫做勾引 表示这个意思 叫做勾引 引诱的意思 勾引的意思 这个词第二个 你可以通过一个谐音去记 就通过色色去记 所以就把它记成色诱 就完了 你就把它记成色 色色 用色相带走 说you seduce me 你在勾引我吗 说seduce somebody into doing 诱惑某人做某事 好 下一个单词叫induce to induce这个词 induce其实大家如果要翻开 有一些词汇书当中呢 就是可能好多词 把它俩都写成一个意 都翻成叫做引诱的意思 引诱 那俩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你就记成引诱就行了 那俩的区别呢 就是第一个就用法不一样 这下边这些是somebody to do 这个是用法不同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这个词 我说通常想到用色相勾引 而这个词用言语去劝诱 就是有点像什么 叫做lure and persuade 是这种感觉 有一种诱惑 但它有一种劝说性的在里面 说你跟我走 我给你一年给你 我们单位能一年给你 两百万美金 年薪 然后还能给你 就要给你那 这叫做把你引诱走 所以还是引导的意思 这个in 你可以把它向上里 给你引导进来 把你带进来的感觉 把你引导进来 叫做劝诱 劝诱 这是色诱 劝说诱惑 这是用色相诱惑 一起帮助你 一起引导你 这个叫什么呢 叫contribute to 叫做有助于带走 abduct women and children 听这词组 叫做把女人和儿童 带到很远的地方 叫做诱拐 duct就是引导 叫做导管 最后一个词叫做许区 好了 这里面这个词 跟道理不说了 deduct 再来看看这个单词 就是往哪引导 往下引导 往下走 这边什么呢 叫做扣除 或者叫做扣款 扣除和扣款的意思 好 那么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首先至于名词叫做默认直 这就不用说了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疏忽职责 输贷责任 neglect of duty neglect of duty 疏忽职责 最后还有个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叫做 拖欠债务 就是我们说叫做 拖欠债务 欠债 咱们都学过债 怎么说 叫做debt debt 对不对 叫做欠债的意思 拖欠债务 咱们在这个之前 那个新闻当中也报道过 说这个 美国信用评级 当年的时候要下调 欠钱不还嘛 当时新闻当中 报的就是这个单词 使用的就是这个词 就是default default 这样一个词 叫做欠债不还 欠钱不还 那么这里边 我们重点考试当中 肯定考察的还是动词 考察的还是动词 一个是疏忽职责 一个是欠钱不还 这个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很明显这个词 肯定就是来自于谁 必然就是来自于fault 这个词 咱们都知道 fault表什么呢 叫做错误 这里边这个第一 表示不能否定 你要否定就是不是错误 那就是好词了嘛 那你看这个词的意思呢 叫默认值 不是叫做这个疏忽职责 或者叫拖欠债务 那它必然 这个第一曲是一个加强 那这个咱们再怎么去记它 咱们去记它 就记住背这个单词 就记住犯了两个错误 这个带错误这个词 两个错误 一个是不还钱 一个是不履行责任 不还钱不履行责任 不还钱不履行责任 叫default 出现了两个错误 两个错误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里边 它下面有哪些排成词 跟它通根的词 fall呢 还有就是 false这个词 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mistake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mistake 是跟错误有关 这里面这个fall 大家千万不要想到 这个降落 不要想这个意思 跌倒这个意思 它其实这个fall 就是来自false的前半截 你看 不是来自它的前半截吗 就是它的前半部分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mistake 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错误 它是来自它的前半部分 那它下面咱们来看看 有哪些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fallible 第二个单词 叫做infallibility 第一个fallible 第二个词infallibility 第三个fallacy 第三个单词 叫做fallacy 第四个单词 继续 叫做falsify 最后一个词 叫做falsehoo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样几个单词 名词名词 形容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fallible F-A-L-L-I-B-L-E 第二个词infallibility I-N-F-A-L-L-I-B-I-L-I-T-Y 第三个fallacy F-A-L-L-A-C-Y 第四个falsify F-A-L-S-I-F-Y 第五个叫做falsehood F-A-L-S-E-H-O-O-D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fallible fallible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 able 这个是不是叫能啊 形容词呗 就能错的呗 这词就是错的 叫一犯错的 容易犯错的 infallibility 这个in在此处取的 就是一个否定了 那这个词就犯什么 就不错 记住它前面就行了 叫做一贯正确 你就犯出正确的意思就可以了 我在很早以前 也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词 还记得吗 准确无误怎么说 inerrancy er还记得这个词根吗 是不是也跟错误有关 在很早开头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A字母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补充过这个单词 也是正确 这也是正确 一贯正确 下一个单词叫做fallacy C-Y的名词后缀 所以你看这个词就是错误 名词了 它讲到什么 叫做false theory 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叫什么呢 叫做谬论 一个错误理论 叫做谬论 叫做fallacy 谬论 好下一个单词 叫做falsehood falsehood falsehood的表 什么意思呢 你看 false 错 发言是什么词 什么词形 动词吧 你看使之弄错 把它给整错了 这种感觉 使之错误化的感觉 这也是一个负像词 叫什么呢 叫做篡改 伪造 篡改 伪造的意思 这一边伪造 一边伪造的这个文书了 书面的东西了 叫做篡改 故意把它改错 就是我的一个解释 弄错 叫做篡改 最后一个单词叫falsehood hood这个后缀呢 我相信大家 读完之后 你就会有点感觉 因为咱们曾经 肯定学过一个hood 什么hood呢 叫做childhood 名词后缀 hood没有意思 名词后缀 所以这个词 就来自于它前半部分 就来自false false咱们刚才说到 是不是要错的 或者要假的呀 对不对 咱们说假牙 你可以叫做false teeth 对不对 叫false就假 所以这个词 第一个意思就翻成错误 第二个意思就翻成 叫虚假不诚实 虚假 叫falsehood 这个假这个意思 大家作为重点了解一下 虚假假的吗 虚假不诚实 一共这几个词 好了 那么咱们从那里滚动一边 然后把它擦掉了 第一个单词叫做default 语速很快一定要跟上 多读一读 语速快的话 信息量会很大 所以你必须要跟上 这个叫错误 第一是一个加强 我说过哪两个错误 还是名词错误 两个错误 叫做不还钱和不履行责任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fallible able是能吗 能犯错的 就是易错的 下面这词呢 从来没错过 叫做一贯正确 下一个单词叫fallacy CY是名词了 你看这里边 fallacy表什么呢 叫做 按压这个部分 叫做谬论 错误的一个说法 注意啊 这个是后一个后缀了 下一个词叫做 还是一个后缀 在这呢 叫做篡改 最后一个单词 虚假 假的嘛 这叫假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好 看下一个词叫做 deleterious 读一读这个词 叫deleterious 叫做有害的 或者叫做有毒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叫有害的 或者有毒的 咱们在很早以前 其实学过一个单词 还记得这个单词叫什么 叫做bainful 回忆一下 来自于谁 bain 还记得吗 禁止做的是灾祸 祸跟ban嘛 对不对 来自于灾祸 祸跟这个单词 然后大家回忆回忆 富呢 形容错误嘛 看一看 是这样的一个词 琢磨琢磨 deleterious 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于谁 其实这个单词 从视觉上长相上来说 还是比较好辨认的 你看这里边有哪个词 看见没 里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词 来自于谁 delete 对不对 来自于delete delete就是删除 所以这个词呢 就是指通过删除去记 删除一些有害的 因为有一些有害的东西 你必须要去除 就是必须要去除 通过删除去记 你看你电脑里 有一些病毒的时候 你把它删掉 对不对 这个叫做deleterious 那么看看它下面有哪些 跟它同源的词 补充第一个 indelible 读一读这个单词 indelible 跟它是同源的 只不过它把这个delete 那个t给去掉了 后这个te 结尾这个词给去掉了 这个字母 indelible那个词 你看直译的意思是什么 不能删除的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叫做难以抹去的 不可磨灭的 indelible 不能删除 其实这造词还是非常直接 只要能看得出来 中间就来自于delete就可以 不能算叫做难以磨灭的 不可磨去的 好了 那么这里面作为同一词来讲 我们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 看看有哪几个 有一个词叫做detrimental 也是表示有害的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词 叫做detrimental 一个是删除有害的 deleterious 下一个叫detrimental 也表示有害 这里面这个词呢 为什么表示有害的呢 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这个词去记 叫做trim trim大家还记得吗 我大家拿着写一下 读三遍还能想起来吗 我让你通过谁去记 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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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通过哪个词去记 想起来 来通过竖去记 还记得吗 trim 有印象吗 tre 我说前面是竖 竖在前面是修剪 动词叫修剪 形容词叫什么呢 叫做整齐的 整洁的 哪个系列 大家想一想 咱们已经讲过 这不是边缘系列 rm是边缘 前面加b是不变 不变还是边缘 鬼在前边真恐怖 grim 鬼在前面真恐怖 竖在前边是修剪 形容词叫什么 是不是叫整齐的 整洁的 对不对 整齐整洁的 所以这个词也是抓住它去记 整齐整洁 又复习了一遍 这个第一在此处取的是一个否定 这样去记 这其实是通过一个联想的 你翻来词言字典 它说这个tri表示叫摩擦 那这个就没法解释 不要那样去记了 所以这个就通过记住 不整洁的 有害 这样去记就完了 不整洁的 有害 东西不干净 不整齐 不整齐 有害的 不整齐 不整齐 有害的 detrim det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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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全结束了 这个词读一读 indelible 中间这个delete呢 把那个te一去掉的话 这个可能就看不太出来了 但是知道一下 就是来自于它 删除有害的 下一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delineate 叫做delineate delineate的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描绘的意思 描绘 我们在以前学过一词的描述 描述呢 咱们在以前学的是 叫做describe 大家还记得吧 对不对 叫做describe 这个单词来做的 那么这个描绘跟describe 什么区别呢 delineate一般强热是用文字 用文字或者是用图片描绘 比如说你说 这幅图画描绘了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你可以用叫什么 叫the picture delineated a love story 描绘了一个爱情故事 描绘文字 写或者是图画就行 它一般不强热用嘴说 describe可以用嘴说 说这个人描述了 给了一个描述 做了这样一个 一个职位上的一个描述 用嘴去说它可以 但这个一般多强热是用手写 用笔画 它是来自于谁呢 你看看 现在呢 咱们上了这个 十个小时左右了 那大家会发现 前后坠 你应该有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了解了 应该大概应该能明白了 你看前坠 第一去掉 后坠 ate去掉 看到了吗 前后坠 后坠 一旦都去掉之后的话 那你看圣根的部分 核心部就是它的 词源呗 词根呗 对不对 词源和词根呗 就来自线这个词 所以怎么去记下 就是用线条描绘 就是指这个意思 咱们经常会用线条勾勾勾勾勾勾勾出一个轮廓 一个线条 就是来自line这个词 注意它的读音就行了 读成delineate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同一词 在此时候主要还是补充同一词 叫做 depict depict 下一个 recount 最后一个 relate 好了 前两个第一放到一块 后两个re放到一块 这都是跟描绘有一点相关联的意思 第一个单词 depict depict这个词跟它同一词 跟书上这个词 也叫描绘的意思 这个词也是非常容易记 第一还是取加强 这第一都是取加强 不能取相加也不是取否定了 因为它这词是正向意思 描绘画嘛 这个后面很显然 它肯定来自于谁 picked 就是谁 picture 对不对 就是来自于picture 照片这个词 画这个词 还是用画图画描绘 跟它同一的 这两个单词呢 你看第一个叫recount count叫数数 所以再数一回 这个词第一个意思就表示 重新清点选票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表示重新清点选票 但这单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它表示什么呢 叫做讲述 你看这是描绘 这两个词是叫讲述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recount a story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tell a story recount a story 就是tell a story 而且再一次 但这边除了表示重新清点以外 还可以表示描绘 这个在新四的第一课 Finding Fosselmanic 可以有它 所以这个词讲到数位 它用嘴说 描述讲述都行 relate这个单词呢 本身也是高中词汇 咱们当年学的叫relate to 叫与什么有关嘛 对不对 高考四级里都出现过这个词 但注意 这个也是在高级词汇当中 它也表示讲述 那是同一词 relate a story relate something 所以这个必须要看出来 它表示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relate recount 它俩同意 重新数和相关联 都有描绘的意思 讲述的意思 而这两个单词强调的是描绘 好了 那么不太一样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大家读一下 叫做delinquency 读读这个词 delinquency delinquency表什么呢 叫做行为不良 或者翻译成叫做罪 guilt 罪行 但这个罪行 一般我们都强调 它跟谁是相关联去使用的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 叫青少年犯罪 注意 这个词大家只需要记着词组 叫做 juvenile delinquency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青少年犯罪 它要出现 十次里边有九次 都是跟juvenile 搭一块使用的 都强调的是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 好了 我先一个一个解释 先解释 说完这个词 这怎么去记它 为什么叫行为不良 或者叫罪 犯罪 为什么叫犯罪 名词 中间还是抓住它 就行了 你读delinquency 这前缀必然还是第一 对不对 它什么意思 一会再说 但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前缀 那中间部分 它这是来自于谁 就是来自于link 链接这个词 就来自于它 所以来自link ency 名词后罪 对不对 第一表示的是什么呢 消极否定的 刚才说过 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叫做 就是连接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叫做行为不良 negative d消极 所以就是链接 与什么东西产生了一些联系 与一些消极否定的东西 产生了一些联系 这叫做行为不良 或者过失 前面这个词呢 叫做juvenile 读一读这个词 juvenile juvenile叫什么呢 叫做青少年的 是吧 大三学生大四学生都是他 那么跟他同源的 还有一个词 写在下面 rejuvenate 叫做rejuvenate rejuvenate 你看一下 juvenile 读到了 你看青少年的形容词 这词根没变 又落下来 就是跟年轻人有关 再一次年轻 其实我的一个解释 ate一动词 再一次年轻 叫做返老还童 叫做返老还童 老叔生鲜牙 叫做恢复活力 返老还童都行 恢复青春 再青春 那么一共 这个词下面 表示行为不良过失呢 它主要考试当中 还是这个词组 比较关键 叫juvenile delinquency 中间是link 想一想 链接到不好 delink delink 这样去记 这个词比较好写 记住delink 有个词 行为不良 是连接到了一些不好的 delink k和qu发生变形 发生变形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delirium 叫做delirium delirium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精神狂乱 精神错乱 我在以前给大家讲了 这样一个词 还记得吗 当时我说在电影当中 将会说是这人疯了 精神错乱 insane 还记得吗 sane叫神智清醒 是不是三醒无神呢 一天看三遍 清除清醒的 insane 精神狂乱 但它是形容词了 delirium也表示这个意思 精神狂乱 精神错乱 第二个意思呢 俩意思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狂喜 我们处理叫做 great delight 叫做狂喜 非常的高兴 很high的感觉 叫做狂喜 叫做狂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elirium 怎么去记它 我把它的形容词 给大家写一下 然后把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 delirious demented 最后一个 叫做derange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 delirious 第二个 demented 第三个叫deranged 好 我们先从好记的词开始 为什么把这三个词放到一块 就是因为这三个词呢 都是第一开头 而且它都是表示精神疯狂 精神错乱的 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先来看第二个最好记 叫做精神错乱的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 由于受到痛苦的一些 经历一些痛苦的挫折 磨难 而导致 最后精神崩溃了 最后疯了 这个词呢 很明显 它来自于谁呢 demented 说来自于谁啊 mental 来自于mental 这个比较好记得 就来自于精神这个词 第一曲的还是否定 精神否定 没精神疯了 第二个词呢 叫做deranged的 看这下面这个词 第三个词 deranged的 deranged这个词呢 它必然来自于谁呢 肯定是来自于range这个词 来自于range这个词 rang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范围 对不对 大家有这个词 范围或者顺序 有这样一个词 范围序列 咱们在以前学过的意思安排 大家学过吗 安排叫做arranged 叫做arranged 跟他其实就差一个前缀 你按照顺序排嘛 所以这个叫做安排 range表示顺序范围的意思 序列范围 所以这个第一曲的 还是一个否定 消极否定的意思 就是 捞乱顺序 强的是这个意思 乱了顺序 否定了顺序 这个叫做导致人疯狂 他俩同意的 也强的是精神上很崩溃 乱了顺序 打乱了顺序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 比如咱们做一个事情 做一个排序的工作 或者你摆一个多米洞骨牌 排排排排 快排到最后 忽然间出了一事 来一电话 东西全倒了 这个叫做arranged 能了解吧 来了一个震动 突然把这多米洞骨牌 全震倒了 就差最后两块 是大功告成了 这个要知道叫做 打乱顺序 也是崩溃的 疯狂的 精神错乱的 也是形容词 读一读 记住顺序出错 精神出错 这样去记 顺序出错 否定吗 顺序出错 精神出错 都表示疯狂 上面这个单词 叫做delirious 它是来罪谁呢 肯定核心不会在这儿呢 来罪谁呢 是lure这个词 lur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诱惑的意思 lure lure本身大学六级词汇 六千词汇 你看这个有没有见过 这个单词 lure这个单词 表什么意思呢 叫诱惑 所以这个词 为什么有一个叫 狂喜的感觉 你看你当你遇到一个东西 很吸引你的话 你一定是喜出望外 很高兴的感觉 高兴过头 就变成什么呢 叫做高兴过头 狂喜嘛 高兴过头之后 就变成精神凑乱了 咱们学过一篇文章嘛 犯禁重举 大家就看过吧 托付成绩一下来 一看一边 非常高兴 狂喜疯了 还是没出去 是吧 这要知道 这个叫做delirious 它中间是来的 lure这个词 你看 精神不好 顺序出错 还有就是不好的诱惑 都容易导致人 精神崩溃 放到一块 delirious delure 原因上发生了一个变形 发生了变形 好了 那么这里边呢 补充一个名词的记忆词 名词记忆词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frenzy 名词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叫frenzy frenzy表示什么呢 也表示叫做 extreme excitement extreme excitement 也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疯狂 狂暴的意思 你看咱们说这个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非典那个年代 一去超市 你看方便面 油 咸菜全没有了 咱们也经历过 离咱们最近的就是抢盐 对不对 咱们说抢盐那次风波 一到超市 你看盐全没有了 延十块钱一到 这就是老百姓 现在就陷入一种 癫狂的状态 这叫做frenzy 叫做frenzy 那么这个单词 它通过谁去记呢 你看咱们在这个电影当中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freak 这个也是 经常看美剧的同学 看电影都能听到 这次叫什么 疯子怪胎 那这一家 freak frenzy 咱们这人疯子怪胎 他的一个状态 就是frenzy in frenzy 现在这个词 在China daily上 也是会使用到的一个词 说某某国家的一个状态 失控了 老百姓陷入一种 癫狂的状态 in frenzy freak freak是名词疯子 这是名词疯狂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 看下篇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这个词 叫什么叫做 洪水 好雨 什么叫好雨 大家明白 就是大雨 是吧 就是下得很豪爽的雨 是吧 大雨其实就是 洪水 flood 作为动词来讲 表什么呢 叫做泛滥 或者叫做淹没的意思 泛滥淹没 其实这个动词和名词的意思 连续的还是很紧密的 你看下大雨 发大水 就是这样的动作 泛滥淹没 那么这个词的词根不太好记 就是它在中间 因为这个词根就俩字母 所以说比较难记 但我先说一下 这个通过联想 我们怎么去记它 多多 deluge deluge 就通过拼就拼 就是把它留 想成留 deluge 第一作为前词 怎么去记呢 就表示表示向下 因为第一刚才说 有向下 就是留下来 咱们经历过海啸洪水的同学 亲眼见证过这样的场景的同学 你看是水 就从山坡上滑 马上到跟前了 这海啸也是一样 从上面直接就下来了 拍里边了 这个叫做deluge 大家看清楚 那么这里边留下来 记住我对这个词的一个解释 就是留下来 留下来deluge 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词 跟刚才说到的 就是这个LU 解释一下 LU和LAU 这两个是同根的 LU和LAU 这俩同根词 比较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wash wash叫什么 洗刷刷 冲洗 跟洗刷刷有关 怎么去记它 首先注意 U和AU就全原音了 这些才能替化了 我们用哪个词去记它呢 用这个词 叫做laundry 用laundry去记这个词根 laundry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洗衣房 你看洗 后面加个dry 洗干了 洗干净 这种感觉 叫洗衣房 那么这个LU和LAU 作为词根 跟洗刷刷有关之后 所以你看这次往下冲 所以像是这种感觉 洪水冲下来 叫deluge 那我们来看 下面有哪些词 第一个词 叫做dilute 第二个单词 叫做lavish 这是V L-A-V lavish lavish 好 下面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 lavator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单词 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dilute 看这个词 叫dilute dilute这个单词呢 注意LU还是跟冲刷有关 这怎么冲呢 DI表示往哪冲 DI是分开 离婚的离嘛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divorce 对不对 分开冲 这叫什么呢 叫做稀释 冲淡 稀释的意思 咱们说一包咖啡 太浓了 我分开冲 分两杯冲 淡点 这个叫做稀释 或者强调的是 把一个事情 使淡忘都行 叫dilute 有一个词跟它长得很像 我记得大家记得旁边 它们虽然词源不同 但大家把它放到一块 因为这两个意思 也是紧密相连的 就差一个原因 一个dilute 你看分开冲 稀释 当我们把一个容额 稀释之后 大家会发现 它的体积会怎么样 叫dilate 这样去记 dilute 分开冲 这是稀释 稀释之后体积叫什么 动词叫膨胀 扩大的意思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就差一笔 大家可以放到一块 大家可以放到一块 dilute dilate 稀释 或者叫做膨胀 那边那个词 两个词 一个是稀释 一个是膨胀 不要混淆就行了 下一个男词levish 这个词非常重要 很重要 形容词也是动词 形容词咱们说过 叫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咱们是不是说过 像女人一样的 说这男生像女的词 叫做womanish 对不对 像驴育色的 叫做倔强的 mulish 咱们说过 前两天刚刚讲了一个词 叫做小马似的 还记得吧 像小马一样的 喊叫的小马 coatish 还记得这个词吧 对不对 脱毛怎么说 脱毛叫mote coat 有印象 这里面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levish LAV跟冲刷有关 像冲水 像花 像流水一样的感觉 这个形容一个人的 一个状态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叫做浪费的 奢侈浪费 咱们其实形容一个人 怎么叫 什么叫像花 像流水一样的感觉 形容一个人叫什么 叫花钱如流水的 就这个意思 像冲水似的 这钱花的 花花花花 花钱不眨眼 叫levish 非常重要 然后再次强调 这是一个重要词汇 动词就是浪费 形容词就是奢侈的 浪费的 花钱如流水的 这样去记 levish 好 最后一个词 这是生活词汇 场景词 叫做厕所 你看厕所 就是干嘛 是不是冲水的 live ory表什么呢 地点 中间有个at 这样拆分就去记住了 live at ory 在这个地点 冲水 你看工厂怎么说 工厂不也是ory结尾吗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 在这边冲洗的 叫冠洗室 洗手间 就是厕所 冠洗室洗手间 那么这个词 跟下面一共这样几个 大家读一读 一定要通过laundry去记 这是v和u发生通假 别没看明白 读一读 第一个deluge 留下来 留下来 叫做洪水好雨 第二个呢 dilute 分开冲 留 还是分开留 稀释之后 dilate 中间都在家人节 体积变大 膨胀扩大 下一个词 像冲水似的 像流水般的 这种叫做浪费的 花强如流水的 最后一个词 关系式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结束